二星島日報 投資推廣處在260企業港發展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6投資推廣處作公布 今年上半年度一共協在260家內地及海外企業 在港開展或擴充業務 較去年同期升一成七 該批企業亦預計會提供2600多個就業職位 較去年同期升余七成 創下歷年新高 處長駕佩年指香港市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 加上香港創業生態持續發展 相信可為香港帶來持續增加的就業職位 料可供2624個職位經投資推廣處協助上半年來港開業的260家企業 分別來自32個國家 內地企業戰最多 有52家 其次是美國 36家 英國 26家 日本 20家 及法國 16家 此外 瑞士 9家 加拿大及台灣各8家 今年更打入十大來源榜 分別排名第八及第九 這批企業計劃在香港開業或擴充業務的首年間聘請2624人 數字較去年同期的1513人升幅達7成3 創下歷年新高 260家企業中 有54家為始創企業 較去年同期的39家升近四成 這些始創企業主要來自美國 法國及英國 移密聯網及金融科技行業的公司為多 投資推廣處處長賀佩年指出海外公司以香港作基地 繼而進軍內地及亞洲市場 內地企業則利用香港作為投資跳板 進行全球並購及投資等活動 這些都反映香港為國際商業的理想地點 作為內地與海外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投資推廣處去年全年一共協助355家企業來港發展 今年更將目標提高至370家 賀佩年相信湖港及一大一路等政策可為本港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有信心今年能夠達標 記者占楚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